那么这部分我们了解完之后 相当于这里面 就是它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你知道这部分东西 下面的安装 我们说也不需要大家去做 我们给大家发的虚拟机里面 已经装好了 那么下面给大家说的 就是你拿到虚拟机之后 你需要修改哪几部分的内容 我们把你需要修改的地方 给大家说一下 就在这里面 那么你打开虚拟机之后 你需要去修改几个配置文件 这几个配置文件 都在ETC下面的FastDFS目录里面 那么包括哪几个 Client 还有Storage 另外一个叫做Mode 下路线FastDFS.convig 在这三个配置文件里面 统一都有一个 TrackerServer 把这三个文件里面的 TrackerServer把它改掉 改哪一部分 就这个位置写上你虚拟机的IP 写上你虚拟机的IP OK 你只需要把这三个配置文件改完就行了 其他的你不需要去动 你不需要动 把它改完之后 对吧 下面你要做什么 启动 做一个启动 启动我们的这个 FastDFS里面的TrackerServer 这个是启动FastDFS里面的StorageServer 然后最后再启动这个 NX对吧 再启动NX 那我们给大家说 这边是我们的启动 如果呢 你启动之前 你先去看一下 你PS 对吧 你在这边 你在这边 你写上一个 你直接 PS AOX 然后呢 GREP 写上一个 FastDFS 你如果看到这两个都在的话 说明你是不是已经启动了 你重启的话 就Sudo Service FastDFS 然后呢 Storage Restart 对吧 Restart 重启 那么同样的道理 你修改完配置文件之后 你需要进行一个重启 如果没有启动的话 你就直接Start就启动 如果已经启动的话 你要进行重启 对吧 重启这个Storage 重启这个Tracker 重启这个Sell 先重启这个Tracker 再重启这个Storage 最后呢 再去重启我们的这个 NX 那么NX的话 我们说已经启动之后的话 你要启动的话 你怎么启动呢 你需要先-S Stop 对吧 关掉之后呢 再实行这个命令呢 对它进行一个启动 进行一个启动 好 你把这三个东西启动之后 下面呢 你就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命令呢 去测试这个上传文件的是否成功 就是FastDFS Upload的File 然后呢 跟上这个配置文件 加上你要上传的文件 对吧 我们给大家发的虚拟里面呢 桌面上刚好有这么一个文件啊 刚好有这么一个文件 你可以拿这个文件呢 来做一个 尝试啊 来做一尝试 就上传它 那么只要它给你返回这一串内容 对吧 说明这个文件呢 是可以上传成功 然后呢 就是测试一下通过NX能不能去访问到这个文件啊 直接在浏览器里面敲入这个127.0.0.188888 然后呢 在这里面跟上这样一个路径 你一敲回这 浏览器这边呢 它能显示出这样一个文件啊 那么说明NX就可以呢 给你提供这个静态文件啊 那么下面的是我们拍的 这里面是我们给大家说了啊 你需要修改的地方啊 你只需要去修改这个 这三个配置文件 把它改 track source选项 改成你的IP地址 然后呢 你去重启这三个东西啊 下面你就可以呢 去测试了啊 去测试了啊 OK 那么 当你把这些都做完之后呢 我们比如说刚刚呢 我们是在这里 我们是在这里 来访问了一下我们这个文件 对吧 那么现在呢 你在这个外面的机器啊 在我外面机器 我打开我的这个浏览器 那么浏览器里面呢 比如说我要去访问一下 我这个发辞的DIF 里面文件 这部分这个IP呢 我就需要写我这个 我就需要去写 我这里面的这个IP地址啊 就是ifconfig看到的这个地址 ifconfig好 就是它 然后我写上它之后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直接呢 在这里面 我输入这个地址之后 哎呀 NX对应的端口呢 是8888 斜杠后面呢 我跟上这个文件 对吧 我一敲回这 这个图片就不回来了 对吧 说明我的NX呢 它是可以提供这个 静态文件的啊 OK